好 这波疫情对餐饮业来说 真的是蛮艰困的 全部都得改成了外带 其实以内用为主的火锅业者来说 到底该怎么办 他们得赶快找出路 像是麻辣锅餐厅业者 早在四年前就透过电商平台 用常温锅底拌面到花生零嘴 所有商品都是用麻辣概念出发 疫情期间也成功拉台 摘经济业绩 酝酿锅的美味想在餐厅享用 还得等等 想解馋现在都得外带才行 有18年历史的麻辣锅品牌 早在四年前就投入电商 从常温锅底拌面沾酱到花生零嘴 商品全部都以麻辣概念出发 依照我们的汤底去做真控包装的准备 以麻辣的商品去做研发跟推广出来 疫情三级警戒期间 商品需求量跟着防疫概念同步提高 用推广式的方式去做不同的研发 折扣站无疑是提高外带量的秘密武器之一 夹艺员多一锅 业者除了忍痛杀低价 也在思索以内用为主的火锅业者 还有没有别的出路可走 过去餐厅内用的肉类和海鲜食材 现在有防疫箱 宅配到家 来自火锅店分享好食材的概念 全部冷冻贩卖 期待能一局打入生鲜晾饭市场 疫情下的火锅店 让商品开发不由得加快速度 从包装面 沾酱临时到生鲜晾饭都是新的选项 不管是常温 热时或即时 未来都不设限 也有无限可能 华世新闻李婉婷送一张 李雨成台北报导 李雨成台北报导